Samaeatlus Samaeatlus 在近日點消失之後 它被太陽的強光完全吞沒 進入人類望遠頸無法直視的盲區 幾星期入面 它彷彿從宇宙舞台消失 直到十二月初 它再一次出現 位置在處女座方向 亮度穩定上升 藍綠色光芒以不規則節奏默動 這一刻,天文界知道 它沒有消失,只是等著Samaeatlus再出現 隨著時間推進到2025年12月19日 Samaeatlus進入最接近地球的關鍵置點 最近距離約2億6,890萬公里 這個距離,在天文尺度上安全 但在科學意義上,極為罕見 天文物理學家阿維,勒布,Avilo,發表分析文章 指出彗星的旋轉續長時間對準太陽方向 這個狀態並不常見 翌日,NAS公布 帕克太陽探測器,Parker Solar Pro,新影像 顯示彗星的反尾結構仍然持續存在 並沒有隨距離變化而消失 全球天文台同步進入高頻觀測狀態 軌道、亮度、氣體釋放,全部被重新計算 資料顯示 Samaeatlus正沿著一條冷靜而精準的路徑掠過地球 它有沒有威脅地球,它的行為 正迫使科學家重新檢視既有模式 支持夜幕怪星製作,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由12月13日到12月19日 Samaeatlus進入一段前所未有的高密度觀測期 來自地面與太空的影像 逐步拼湊出一個愈來愈難以忽視的輪廓 12月13日,北雙子座 Gemini North 合作網絡中 一部位於泰國,口徑0.26米的遙控望遠頸 成功捕捉到清晰影像 畫面顯示 一條反尾明確指向太陽方向 長度約72萬公里 這種結構,理論上只會在特定幾個條件下短暫出現 但它卻持續穩定存在 同一時間 NASA 公布泊克太陽探測器 拍的Solar Pro 於10月至11月期間 每日多張連續影像 經分析後確認 Samaeatlus擁有多重碎尾結構 其中最顯著的離子尾 長度超過200萬公里 而反尾並未被塵尾遮斃 問題正正在 理論模式預測 這個距離與溫度條件下 應該會出現明顯陳尾 但影像中,陳尾幾乎沒有 12月17日 哈佛太空望遠頸提供高解釋度觀察結果 數據顯示 瑞星表面出現局部剝落現象 並伴隨揮發性氣體急升 其中 涅湯基耶納 的釋放量 被推算為先前觀測值的兩倍 這種化學行為 並不常見於典型太陽系瑞星 更引人注目的是 12月16日 Agrism 高能天文觀察確認 瑞星周圍出現微弱而規律的 X射線默充 這種現象 可能來自高速離子和太陽風交互 但頻率與強度 仍然有待解釋 當多條證據被集合 多尾結構 反尾持續 尋尾缺失 氣體異常 X射線訊號 一個共通結論逐漸浮現 Sama Atlas並沒有案記有模式展現 它的外觀 彷彿刻意減少可見物質 只留下能量與方向 科學界尚未下結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 這次最近接近地球 並不只是一個距離數字 而是一次 對瑞星本質理解的正面研究 2025年12月19日 Sama Atlas正式通過 它與地球之間的最近點 這一刻 所有推測暫時放低 數據開始說話 根據NASA與EOS聯合軌道計算 Sama Atlas與地球最近距離 約為1.80天文單位 即大約2億6,890萬公里 這個距離 遠過火星近日距離 亦遠遠超出任何撞擊、拆過 甚至重力干擾的範圍 從動力學角度看 Sama Atlas的質量極低 即使它距離最近十倍 都不足以對地球軌道、自尊、潮池 產生任何可測量影響 科學界一致確認 完全沒有撞擊風險 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地球會受到非自然引力干擾 或出現地震、氣候、磁場異常等連鎖效應 至於另一個被反覆提及的可能性 塵埃流 分析顯示 Sama Atlas的軌道 並未與地球公轉平面形成互相交匯 即使有微量塵埃釋放 進入地球大氣的機率極低 遠低於一般年度出現的流星雨 換句話說 Sama Atlas瑞星不會穿過地球留下的軌跡 真正存在的影響只有一種 觀測價值 12月19日一前後 Sama Atlas的亮度、反尾角度、氣體釋放節奏 正好落在人類天文望遠鏡最佳監測範圍內 這次接近 令科學家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精確度 研究一夥行為異常 挑戰自然法則 人類知識的瑞星 換一個角度說 他對地球沒有威脅 但對人類理解 瑞星演化、太陽風交互、非重力效應 提供了一次罕見機會 恐慌並不來自距離 而是來自未知 至少在12月19日這一刻 關於安全 科學吸出了一個清晰、冷靜、確定的答案 12月13日之後 Sama Atlas瑞星的行為 開始進入一個科學界形容為 難以忽視的階段 第一個被正式標記的 是研究人員私下稱為 第14項異常行為 14TH anomaly 12月18日 哈佛天文學家阿維 立布 Avilo 發表分析指出 Sama Atlas的旋轉軸 正長時間對準太陽方向 這種狀態 在自然瑞星模式入面極不尋常 按照自轉動力學 飛球型天體在噴氣與太陽風影響下 旋轉軸應該持續擺動、震動 但Sama Atlas卻表現出一種近乎穩定指向太陽的姿態 阿維形容 這個幾何狀態 更接近一面主動對準輻射源的反射結構 而不是隨機翻滾的冰岩核心 第二個陰影 是Antitale 反尾 現象的持續存在 由12月13日起 多組地面望遠鏡影像顯示 反尾不單止沒有消失 還在近日點後維持清晰結構 根據瑞星統計模式 在這個觀測角度和時間內 自然形成穩定反尾的機率 被估算低至0.1%以下 第三個異常 被部分媒體稱為 第15項異常總結 12月19日 Golf News整理多項觀測指出 三二日律出現藍綠色光度脈動 而且呈現每小時變化的節奏 光譜分析顯示 這些脈動與青化脈 CN 高峰值同步增強 但未能對應任何以知熱聲華模式 問題開始浮現 這些能量從何而來 不像隨機噴法 更不像被動加熱 多位研究者開始用一個謹慎 但令人不忘的詞彙形容 激活狀態 Activation 面對連串異常 科學界的反應 不是恐慌 而是全面動員 NAS 率先整合多個任務數據 包括帕克太陽探測器 Parker Solar Pro 在10月18日至11月5日期間 每日高頻影像中部觸到的 瑞星尾部演化 同一時間 凌晨星 SYG 任務在12月13日啟動 無二追蹤 重新計算 三米Atlas未來一年的 非重力效應路徑 12月17日 尖姆斯為白太空望遠頸 JWST 完成高解式普線掃描 確認 瑞星近日點後軌道 偏差近0.006百萬公里 這個數字意味著一件事 軌道非常精準 並未出現失控或外力推動跡象 但正正因為太精準 反而加深了疑問 另一方面 搜尋地外文明計劃 計劃擴大無線電監測頻段 至一至十千兆克 結果顯示 未發現任何可重複 可編碼的默充訊號 但網絡上 SYG已經成為熱意標籤 歐洲方面 歐洲太空總署 在12月19日透過導航系統 記錄瑞星近日點通過時的微小姿態變化 為後續數據提供關鍵參考 在公開場合 阿維、立布、Avilo 12月19日是Youtube訪談中強調 異常未必代表人工 但數據值得切夜監測 這一晚 全球天文台燈光未適 不是因為恐懼撞擊 而是因為 人類靜目睹一夥行為 尚未被完全理解的天體 12月19日 當SYG通過近日點之後 真正的風暴 並不是太空 而是在 人類的論述之中 12月18日 天文學家阿維、立布、Avilo 接受媒體訪問時 公開批評部分研究過於 表層化 未能正視以累積的多項以上行為 阿維、立布指出 若將至今紀錄到的15項以上 視為獨立事件 而非單一可解釋的操音模式 在統計之下 非自然來源的假設機率 可能升至約0.4% 這個數字提升 以足以引爆網絡 12月19日 Karmadisclose 達TV等平台熱議 外星戰艦 Alien Battleship 一詞 將反尾 旋轉軸穩定 能量脈動等現象 包裝成一個整體序事 但同一日 主流天文媒體Earth Sky 發表回應 指出目前所有非重力效應 仍可合理歸因於 非對稱出氣 非法物噴法與觀測幾何偏差 同時 搜尋地外文明計劃 Seddy 與多個無線電天文台確認 未發現任何可重複 可編碼的人工信號 兩種聲音 同時存在 一邊提醒人類 宇宙可能比想像更陌生 另一邊堅持 科學必須慢於想像 快於恐慌 而故事 並未完結 根據軌道計算 沙米阿拉斯將於 2026年略過木星軌道附近 街時Nazos 珠諾 照路 探測器 可能提供重力與電池交互的關鍵數據 如果喜歡今集 點讚 留言 分享 訂閱我們 下次再探索傳說故事 明信 閉嘢 社交互